细胞是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所有生命形式都由细胞组成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 具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和功能 以下是关于细胞的一些重要信息 结构 细胞通常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 细胞膜是细胞的外部边界、控制物质的进出 细胞质是细胞膜内的液体 包含许多细胞器和细胞结构 细胞核是细胞内包含遗传物质DNA的控制中心 类型 细胞可以分为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原核细胞是简单的细胞类型 没有明确的细胞核 真核细胞则具有明确的细胞核 其中包含遗传信息 功能 细胞执行各种重要功能 如代谢、生长、分裂、信号传导 和遗传信息的传递 细胞通过各种细胞器和结构 来完成这些功能 如线粒体负责能量生成 内质网参与蛋白质合成等 细胞分化 多细胞生物中的细胞 可以经过细胞分化过程 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 以履行特定的功能 这使得细胞可以分工合作 组成复杂的组织和器官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结构 功能和活动的科学领域 通过研究细胞生物学 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 生物体的生命过程和疾病的发生机制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它们的结构和功能 使得生物体能够生存 繁殖和适应环境 对于理解生物学和人体健康 研究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至关重要 参考